各位朋友大家好 不久前常覺介紹了 周末補睡眠可否彌補平日的不足呢? 今天繼續跟大家說一下這個問題 你睡不夠造成什麼問題呢? 因為在香港以前都有 夏令時間、冬令時間 要較快、較慢一個小時 現在就沒有了 但是在北美的地方 我們還會有這個 冬令夏令時間的更改 所以一到達說 夏令時間到了 明天要較快一個小時 我們當晚就睡少了一個小時 其實普通上班族平日 如果8點起床 到那天改中 就變成要7點起床 而很多的研究和統計顯示 當我們這樣睡少一個小時 這個改中那天 當日的股票的投資容易虧錢 交通風險也容易上升 同時容易引發心臟和中風的問題 所以這麼簡單 只是睡少一個小時那天 已經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現在有很多學者 呼籲政府取消了這個改時間 因為有這麼重大的影響 而根據美國的疾管中心的建議 18至64歲的人要睡7至9個小時 但現代人已經習慣長時間睡不夠 所以不覺得有什麼影響 但實際上不是這樣的 根據睡眠專家 台灣應用心理學會理事長 蔡宇哲說 很多企業的老闆 或者是新創負責的人 很熱愛工作 他們每天只睡3至4個小時 就開始搏殺 但他們一點不覺得累 其實這些是靠腎上線素在支撐著 是預知你的健康的 當這些人一旦遇到挫折 或者事業不順境的時候 他的低遲會比一般人更嚴重 身心傷害更大 所以不是睡少一個小時 事後多睡一個小時 就可以補回來 但要睡多少才能補救 這是很主觀的 因為根據一項 在今世世界紀錄裡有人 連續十一天不睡覺 但是他再睡那天 只是睡10個小時 他就覺得很有精神 但其實他身體的各種機能 都還未復原 睡眠專家蔡宇哲說 你補睡眠不是睡得愈多愈好 是要注意質和量 你如果睡不好 你補眠的效果是很有限 而你睡得太多 反而會影響你生理時鐘的調整 先說質素 我們的身體機能 是因為被過度激發了 所以在補睡眠前 一定要放鬆 睡不夠的人 多數是上班族 或者欲而逐 身體長期都很緊張 備戰狀態 導致睡眠質素品質很差 所以在睡前 要刻意做一些自己喜歡的事情 去放鬆自己 一般人建議在睡前半小時開始做 但是如果你有入睡困難的人 就建議在過半小時前 就要做放鬆的情況 第二點就是量 就是睡多少才夠呢? 你補睡眠不能超過兩個小時 像我朋友一樣 一天可以星期六睡十幾二十個小時 這樣是太多 影響生理時鐘 因為他醒了都會污眉黑睡 不會覺得精神爽利 如果我們想睡多點 可以提早去睡 或者遲點起床 但是不論哪一種 都建議在調整的時間裏 不能夠超過原本睡眠時間的兩個小時 建議最好你遲點起床 不是早點上床 除非你當時已經很想睡覺 因為很多人早上床 睡不著就反而變了失眠 舉個例子 如果平時睡7小時就夠 那你補眠時間就要不要超過9個小時 所以最好可以提早半個小時上床 然後延遲一個多小時起床 那就最理想了 大家現在知道 你睡不夠 原來不止精神不夠 而身體裡的生理時鐘都改了 為了自己的健康 希望大家真的要掌握好睡眠的時間 多謝你收聽 多謝你收聽 好